歡迎打開肉皮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Mamma Mia回來了 Mamma Mia Here We Go Again 這次十年前改編是同名音樂劇 Mamma Mia的續集電影 歐帕克指導 演員有Lily James Amanda Seifree Pierce Borrsnend Curley Furze Stalin Skarsgård Dominic Cooper Andy Garcia Share 還有Meryl Streep 當然跟上一集一樣 是由阿爸合唱團的 熱門金曲作為 整部電影的寫漏 故事的骨幹 則是雙線的進行 一邊則是延續的上集 主角要將母親的民宿 重新的開業 另外一邊則是 由Lily James 飾演的年輕的 Meryl Streep 要從大學畢業之後 怎麼來到這座島上的故事 我記得我不是很喜歡第一集 相比起來 第二集的Mamma Mia回來了 我個人比較喜歡 故事上加入了前傳的內容 讓整個音樂電影 顯得更有劇情 張力 還有活力 從第一集延續下來的故事線 則比較偏懷舊 還有賣這幾個老帥哥用 而兩條故事線 不同時間的銜接 還有映照 則是幫這部電影加了很多的分數 整部電影給我的第一個印象 就是Lily James的 Meryl Streep 模仿秀 我覺得他真的是為了要飾演 這個年輕的Meryl Streep 下了很多的工夫 做了很多的準備 不斷地把Meryl Streep的表演 口音 還有他特有的反應跟節奏 都複製到了自己的臉上 儘管他是很難說服 我是眉年輕的樣子 但我覺得他在這部電影中的表現 是成功的 就像是經典電影 《教父2》當中的老婆爹弱一樣 雖然是飾演第一集當中 某個人物的年輕版 但事與他算是為這個續集電影當中 帶入了一個新的角色啦 然後這個年輕的唐納 和三個年輕版們的爸爸之間的豔遇 其實這條故事線 是沒有帶來多大的驚喜的 不過靠著這部電影 歡樂還有開心自在的氣氛 讓這個前傳的故事 成為這部電影成功 很重要的一部份 這是一部相當注重年輕女性 生命力的電影 有點隨性 有點瘋狂的故事 而主要讓我們看見的是 這個主角 這個年輕女孩 他對自己的嚮往 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去探索人生不同的方向 並且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舞台 當然在這種浪漫的 音樂愛情電影當中 是不太要聚焦什麼劇情合理性 夢幻美好的劇情走向 它是一定的 你只能挑剔它 有些地方設計的蠻好的 有些地方就設計的有點特異 三個年輕的爸爸 令人最印象深刻的 應該是那個有一艘船的 由George Dillon 飾演的 年輕版本的Bill 他的角色特別的熱情 開朗大方 比較符合 Mamma Mia這部電影的頭表 而其他兩位 比較沒有太亮眼的表現 比不上原來的三位老帥哥 Amanda Selfie 和 Pierce Brosnan 在這一集的婦女感情 是蠻好看的 Amanda 在這一集飾演的Sophie 比起第一集來說 真的是剝了很多成熟的美感在 相比起來 我更喜歡他在這一集的女生 在他身上的故事性 主要是他跟母親之間的情感 最後兩人合唱的那一段 讓我是覺得有一個蠻精彩的結尾 我覺得是很動人的一場戲 那一場戲 將整個輕鬆的音樂電影 走到一個比較深刻的劇情點 在整部電影當中 盯下一根相當穩固的釘子 也讓這個續集的故事 有了比較多的存在的價值還有意義 而兩集相比之下 第一集是相當音樂劇風格的表演 包括了那些舞群歌隊出現的方式 而這一集比較像是影像式的音樂電影 就比較像是一首一首的MV一樣 對我來講是比較符合電影 而不是舞台上面的處理手法 這部電影的預告還蠻有趣的 幾乎把所有電影一半以上的內容都講完 但這部電影本來就不是要看劇情的嘛 但是你進電影院之後會發現 還是有著一個懸念在的 而且這個懸念會一直牽扯著整部電影 讓你會一直期待這件事情 會發生還是不會發生 然後這部電影最精彩最精彩最精彩的部分 應該就是最後的華麗謝幕 在上一集的結尾也是有一個這樣子的謝幕 但是在這一集 有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 算是有一個畫龍點睛的作用 這是一部蠻好看的續集 蠻好看的音樂電影 雖然和上一集的呈現手法 有一點點不一樣 甚至在有一些設定上面 跟第一集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三位爸爸在第一集當中 有自己扮演的年輕扮相 在這一集裡面 可以說是完全被無視了 但是絕對無損這部電影所帶來的 快樂時光 還有溫馨歡樂的感動 特別推薦給想要像主角一樣 勇敢追求人生的你去欣賞這部電影 然後阿蜜亞回來了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要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